煙燻湖 是一個情懷之地 在Dark Souls 1裡面 惡魔遺跡加伊札里斯結合後的地方 在這裡有皺蛙有老鼠 甚至連噴雷電的沙蟲都有 甚至連卡薩斯的戰士也都鑄守著這個地方 但是就唯獨是沒有活著的惡魔 在堆積魚山的惡魔死屍當中 只剩下一個瘦骨輪迅的老惡魔 一個最大的族群受到時代的洗禮 最終只剩下一個老人 在這個地方苟然殘存 I need only close my eyes for the darkness to crawl I am it and forever Until we're free let me shatter and bleed and pierce in my heart and tear me apart Fighting at fate I will walk on the shape Down all my last breath I'll rise up again Crossing through the long night Right until my soul rev時 Until the end, I will burn and repent 大家好,歡迎回到Dark Souls 3 魔劍蝶集編 我們上一集擊敗霸王毓尼爾,身後的門也隨隨地打開 但今集我們會去一個非主線的地區 即是支線的地方 其實不是一個必經之地,但是 玩Dark Souls 通常都想攻略所有地區 在這裡有一條橋,你吐一吐 它就會慢慢地 掉下來 Dark Souls 3很流行玩這些吊橋 大部分的吊橋這樣打完都是斷的 例如 Dark Souls 3 DLC 1 艾雷德爾之進 也是有一條橋這樣玩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玩這個 非必要的主線任務 在這裡看下去,你看到霍拉斯還在 今集呢,因為是一個支線的地圖 所以我也會去 我覺得是時候會去講解一下這一隊 的一個故事 那這個惡魔呢 其實你是可以 你大可以是 找一些骷髏骨去幫手打 對了 好,看一下 但由於我個人太厲害了 所以我決定是自己打的 拜拜 魔劍獵殺篇就是有這樣的好處 因為你的輸出是整個遊戲裡面最高 這個一用兵雙刀再配魔力武器 那個輸出基本上是 你可以攻略所有BOSS 如果你是回避系統 即是你回避方面做得OK的話 其實是很無難度的 用這把雙刀去攻略所有東西 看一下 這樣已經扣到寶箱的一半血 再打吧 是不是很厲害 非常厲害 這什麼冰箱刀配撫魔 真是厲害 那下面呢 就會有一堆的 骷髏骨 是會 起身來打你 那我建議大家呢 如果你是初體驗的話呢 你可以將那隻 火焰的惡魔引來這個位 那等它跟那些 骷髏骨狗爭狗呢 你就會相對地沒那麼辛苦 那 但因為我太厲害了 OK 因為有魔女門的戒指 那 其實都說明呢 這個地方 其實 是一個 叫做情懷 又是玩懷舊牌的 OK 那些骨死筋 OK 搞定 我想坐一坐火 我想坐一坐火 然後繼續 繼續 攻略 來多一下 坐吧 坐吧 OK 其實這個 地方叫什麼地方呢 叫做煙昏湖 這個煙昏湖的地方 其實 對於故事的解說 就不太多 你可以當它是一個 懷緬 Dark Souls 1的一個場景 其實它呢 嚴格上來說 是一個 閃 再來 閃 這個是它的閃法 射三 射三法的巨路 我等一下坐下 就跟大家慢慢說 其實這個地方呢 就是 就是 惡魔遺跡 加上 伊札里斯 它們 混合的地方 就是 純粹用來 懷念 Dark Souls 1 我們現在呢 你會看到 上面有一條 很巨型的沙蟲 我就會教大家 如何攻略 這個沙蟲 如果你有玩過 Dark Souls 3的話 其實你也應該知道 這個沙蟲 是如何攻略的 這個攻略方法很簡單 就是 利用我們 剛才身後的 三連路 我們站在這個位置 我們掛掛網 就可以 等待到天明 我們這裡可以 睡一睡 睡覺 OK 那麼 可以 順便講解一下 這裡的劇情 那麼 在一代裡面 有一個地方 叫惡魔遺跡 惡魔遺跡就是 連著 伊札里斯的 混沌地方 你看到這個地方 其實會有很多 懷念的 東西 例如 是一些 一堆已經死了的惡魔 會看到有些 收收賣賣的黑騎士 另外你會找到一些 伊札里斯的奏術 那 其實它也是 叫做 懷念過去上 復墜 但是呢 其實今集 煙昏湖 對於 Dark Souls 3的故事來說 不能夠說 多多 你看到沙蟲 就會死 所以今集 我就會很專心地 去講一下 一對戰 有什麼事 就是安利龍 霍拉斯 因為我認到 問題是時候 這隻東西應該死了 然後我們呢 上來這個 位置 去點著 第二個營火 這裡會得到 不死人的圍骨 所以呢 因為我今集的攻略 即今次整個 Gameplay的 Walk Through 我也是會 拿完所有元素碎片 即教大家 拿完所有元素碎片 和不死人的圍骨 而 煙昏湖 這個地方 是非常重要 因為它有一個元素瓶 還有 有兩個不死人的圍骨 所以是必離的 這對戰友 也在這裡發生了一個 比較重要的轉捏點 那 有很多巴打 其實都很想我去講一下 這一對戰友的故事 那我認為 今集也是時候 因為我之前那幾集 都是focus 在整個故事的大綱 都沒什麼 講一些NPC的故事細節 那現在我就會 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首先呢 我們現在要去回 我們 看下去撞正 霍拉斯的位置 你看到 前面的三連路 是不斷地攻擊我們 是很煩 但是呢 這個三連路 也是 這個 重點 這個地區的重點 正正在說 霍拉斯 為何會遭遇不測 的 一個要點 好啦 其實呢 安利和霍拉斯 其實 由一點點描述 我們可以看到 他們兩位其實 曾經是 一個作為活製品 去傳給 矮德里奇 食用 有一車車 相傳那時候 有一車車的小朋友 是傳給 矮德里奇 進食的 而安利和霍拉斯 就是其中一對 小朋友 那 他們身邊也有很多的小朋友 是 相繼地送給 矮德里奇 去進食 那 這也是一個 他們悲慘的故事 來的 好 那我先回答一下 好 聽不聽 搞錯 站定定 OK 你看到 那些霍拉斯已經在前面了 他兩位呢 就是 唯一能夠 成功地逃離 這個食神身王的一對 牌子來的 好 那 他們走路之後 就是成功逃離了 新王的魔罩之後呢 好 搞錯 喂 舉完了 兄弟 摩劍 獵殺 人形怪物 沒怕過 喂 來了 靈方 搞定 在他們走路之後 其實 安利和霍拉斯 是 分道揚鑣了 那 你看到 喂 你沒有資格 為什麼 守格遺體 黃蟲苑 你會看到他們 為什麼霍拉斯 首先我說 為什麼霍拉斯 會在這裡 無故攻擊我們 因為霍拉斯 在這一刻 已經變成 一個 活屍的狀態 所以他已經忘記了所有東西 就在這裡發瘋 攻擊我們 那為什麼他會發瘋呢 我一直說下去 你就會明白 剛才說到他兩位分道揚鑣 其實在他們 異時 去到成長中的階段 他們兩位分道揚鑣 去了不同的地方發展 首先 安利 去了一個叫阿斯特拉的角度 去 斬殺了一隻 滅國的邪眼惡魔 阿斯特拉是獨單人匹馬 去到一個滅亡的角度 阿斯特拉的角度 去堆壞了這隻惡魔 然後就成了名 然後 安利 故事就來到這裡 但是霍拉斯又怎樣 霍拉斯其實是 由他的海甲 你可以看得出 他是去擊敗了一個 腐敗的處形人 然後呢 穿了那位處形人的裝甲 去 行正義的事 就是化身成為藍靈 去 去 作為清之守護者 去保護其他人 免受紅靈的入侵 就是羅莎莉亞的指頭的入侵 那這裡我特意站在這裡 就要毀壞這牆 剛才有牆在這裡 目的就是為了 拿到這個斑方石戒指 那我們可以繼續走 然後呢 2 3 那這裡還有一個地方 要等爐炮射爆 就是這個位 1 2 3 那這裡我要站一站 等一等它 來吧 1 2 好已經爆了 3 那我們這裡就下去了 那這裡呢 也是我在Dark Souls 3裡面 覺得最不滿意的地方 就是這樣的北市 你看到嗎 有什麼理由射完之後 這些石 會這樣凌空浮 我研究了很久 就是它這裡做得很參差 那他們分道揚鑣之後 大家都做到一個名氣出來 一個就是去做守護者 另一個就是 擊殺一些惡魔級別的怪物 那就是證明它兩個 也有一定程度的 功架 直到有一天 安利和霍拉斯 終於都互相見回大家 兩個人就 開始 不知道是不是 談論他們以前 童年時的陰影 即是 那時候 就是 談論當年 比阿矮德里奇 這樣對待 覺得深深不分 最終他們就決定去 出手去反抗那位食神 然後呢 霍拉斯就一直作為 安利的藍靈 去做他的守護者 一路伴隨著霍拉斯的左右 那 這兩位 呃 戰士呢 在挑戰 呦瑞教堂的路上面 其實一路都相依為名 你由 某些地區 你可以看得出 他倆很相依為名 即是 你見到他倆 即是在休瑞教堂 有一個路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如果你 直接走去 你直接走去 你直接走去 對死霍拉斯 然後呢 安利是整個人會 灰了 即是如果你去 呃 去殺了霍拉斯 安利是會整個人 呃 非常之失落 然後你一刀 就可以斬死安利 可以見 由這件事 可以看得出 他倆是很相依為名 那你會找到 伊札里斯的奏術書 亦都是懷緬一代的 一些東西 那 他倆 一路 一路挑戰這個 新王 就一路去殺到 休瑞教堂 但是就發現了 這個 新王 這個食神 艾爾德里奇 一早已經離開了 那個休瑞教堂的棺木了 呃 而他們知道的就是 原來這個 食神艾爾德里奇 一早已經回到 他的故鄉 冷裂谷的伊朗籍爾 所以最終他們是決定前往 即是跟隨著 呃 艾爾德里奇的 喂 低能 他們決定跟隨著艾爾德里奇的步伐 一路就殺到他 喂 不要啊 一路就殺到 冷裂谷的伊朗籍爾 但他們 去冷裂谷的伊朗籍爾 其實途徑的地方有很多 就是要 哇 就是要穿越 呃 卡薩斯墓地 和法蘭耀塞 那很不幸地 去到 他們兩位去到 卡薩斯地下墓地的時候 然後呢 就 中了陷阱 阿霍拉斯呢 是 不小心 不中那些落石的陷阱呢 是掉了去燕昏湖的底層 而大家 由地理位置到你可以看得出 其實燕昏湖 那個位呢 是沒有辦法上來的 因為 因為 我們要下去燕昏湖 就要打斷 呃 爆紅玉尼與那條橋才能下去 換句話說 我們沒有那條橋 來做通路的話呢 我們是沒有辦法 走下去燕昏湖的地方 所以 霍拉斯是沒有辦法上來的 更加可怕的就是 但是呢 他去到那個位 其實是 前無去路 後有追兵 那要我先拿第二個 不死人圍骨 就是這個位 其實 今集的攻略是非常之不斷 很容易就已經玩完了 好 喂 要小心點 好了 這個就是了 撿完立刻錄 因為有隻東西會埋伏你的 那 啊 啊 霍拉斯和安利失散了之後呢 喂 喂 低能 喂 喂 好了 回來了 剛才真的很不幸地 我不想滾到山崖被鼠圍 其實不是走這條路 走後面那條路 這裡我做錯了 好 我們 走了這段路 才再慢慢說 因為這裡是比較麻煩 我們走最後這段路 對 老鼠位要認住 這裡的路是比較複雜 因為都幾四通八達的 這樣 先堆壞了這些東西 然後走這個位 然後走這個位 那 安利和霍拉斯失散了之後 其實安利是個人整個倒了 他是很想去找回霍拉斯 但因為他 霍拉斯滾了下去那個 這個地方是 安利是完全沒有頭緒 找不到他 那所以呢 安利呢 就一直站在卡薩斯墓地 直到我們找他 他就跟我們說 我跟霍拉斯失散了 這樣 那其實 陰差陽座底下 其實霍拉斯 一早已經在煙昏湖下面 是潛霧去陸後 就可以追兵了 原因就是 剛才我們看到路炮和沙蟲 這一個位置是令到霍拉斯完全走不出去 因為霍拉斯一出去 那條沙蟲就會追擊他 就算沙蟲不追擊他 他後面也有個路炮不斷地向他射箭 搞到霍拉斯很頭痛 他只要一走出 那個洞穴 其實基本上他就死硬了 所以呢 無論他怎樣嘗試都好 他也是走不出去 那這裡有克拉拉 就算輸了 很明顯這一隻 是懷念一代的白蜘蛛女 克拉拉的 不是白蜘蛛女 是不是克拉拉 我忘記了 你看到這裡有 有隻腳 我們首先看一看 這一個伴隨著 這隻蜘蛛 那一位 應該是Dark Souls 1的彈人 恩吉 而這隻白蜘蛛女 就是為我們 奉上彈人誓約的一個 NPC 也是一個悲慘的七魔女故事 我在Dark Souls 1也說過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按回Dark Souls 1 老魔女與他的七個子女 最高一閘 那這裡有些Item可以拿 那由於 時間的關係 再加上你每拿一個 都是伴隨著一定的風險 所以我不跟大家拿 那有一條遠邊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那剛才說到霍拉斯 就走不了出去 那結果是怎樣呢 他就不斷嘗試不斷死 不斷嘗試不斷死 到最終 他不斷死的時候 就失去了他的人性 然後 他就成為了一名活屍 暫時兩位那個劇情 嘩 差點跌下去 其實暫時兩位那個劇情 就趕到這裡 那 當安利失去了霍拉斯 而安利還是不知情的情況下 安利還會不會有戰意去挑戰 這一位 新王 即是在挑戰新王那段路上面 安利還有沒有能力 還有沒有本事走下去呢 我們會在 之後的冷裂谷的這路直耳 和 接下來的阿諾爾隆德那幾集 去做一個 後續的分析 他兩個故事真的比較悲慘 所以我都比較喜歡 這兩位 戰友他們可歌可歌的一個故事 但是我也不想說去到 這個情況這麼快劇透大家 所以我也不會再說 因為安利的劇情 你 如果有玩過就知道其實他是分 兩三種玩法的 安利的劇情 你可以選擇在之後 和安利結婚 那這裡我不多說了 也去到下一集我都會再和大家說 糟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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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中那個 佐咒毒 暫時NPC分析就來到這裡 我這裡就比較想說回 在這個煙燻湖的內部 首先你會看到我們 剛才已經找到白蜘蛛 的屍體 又會找到 彈人的就術書 又會看到你其實這裡你一路走 會看到有很多惡魔的石像 其實就是在Dark Souls 1的惡魔遺跡那裡 搬過來 相比起一代其實這個遺跡的變化都比較大 現在我們去打一隻比較厲害的騎士 就是獵殺騎士卓明格 他的真身就是在這個位置 OK 高低位 不要跟他硬撼 OK 再來 重擊 再來 回旋斬 這個就是一個漂亮的combo 閃吧 再閃吧 喂 為什麼 糟糕 被他霸體嚇一嚇 OK 好 先引他攻擊吧 揮刀比較慢 好 行了 等他撼一下 OK 再來 再見 會滾啊 他這次聰明了 他真身好像比較厲害 好 喂 技能 為什麼 沒可能 沒可能 我沒可能會輸給這隻 他也是全遊戲裡面 我覺得入侵 入侵人物來說 聶殺騎士卓明格是最厲害的角色 喂 放了水真的不行 撐不住 不是輸給他 好 行 拜拜 拜拜 喂 嚇死了大佬 那你殺完這些靈體 其實他會送 送一些元素瓶 FEEL給你 現在FEEL了一個 也有他的最強武器 萬煙特大劍 和黑鐵大盾 OK 這裏其實 整個煙燻壺的攻略也差不多 你可以上去關掉那個 叫做露炮 既然今集也是 順便帶大家去 你會看到前面 又是有兩塊東西 前面這塊 是余火 而這塊是淨化火焰 是一個咒術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教大家 去拿一拿 那其實呢 要怎樣站在熔岩 而 不要扣那麼多血呢 很簡單 你拿著盾 舉著他 你站在熔岩 就會扣很少血的 看到嗎 你不要放手 我一放手就糟糕了 這就是那個玩法 你U-turn 也會令到那個 抗火能力失效 這個不知道是北市 還是怎樣 一直都是沒有fix 好啦 那其實 這一邊的攻略也都差不多 然後我們上去打那隻黑騎士 拿上面的一個 小小的item 關上上面的路炮 那我們今集就可以正式去攻略 BOSS了 OK 又是這個位了 我們上一上 扶一扶魔 黑騎士都比較有惡痕 因為黑騎士的霸體能力 都挺高 看到嗎 完全完全無視我的攻擊 好 好 你看多辛苦才打到硬直 是不是在 神經病 有沒有女神的祝福 沒有 好來 噴噴 嘩 我有沒有命打到上去 大哥 哎呀還有一個隱藏位 有個黑騎士 還有一個隱藏的黑騎士 還沒打的 那 哎呀我用僅餘的小小血量 都沒什麼可能 熬到上去關掉那個路炮 那但是 偉哥人膽大 死就死吧 剛剛說到煙燻湖內部這個地方 跟惡魔遺跡 的變化很大 你會看到其實除了很多惡魔石像之外 其實已經是沒有什麼惡魔了 你看到裡面那些東西 全部的怪物 都不是惡魔來的 是一些法蘭要塞 類似的一些 我們叫做 咕嚕的怪物 類似是被深淵入侵而腐化的一些怪物來的 大概 猜就這樣猜 龍騎兵弓 OK 那現在只剩下一點血都不知道怎麼捱 那其實呢 為什麼會見不到惡魔呢 是因為 Dark Souls 1和Dark Souls 3那個時代 實在相差得太遠 去到Dark Souls 3 其實他在這裡已經告訴你 基本上那些惡魔 已經是 絕腫了 你看到那個路炮 你在這裡是可以過去關掉那個路炮 是不是 我分分鐘被他射死都不知道什麼事 你看我只剩下一點血了 可能應該要播斷片畫面了 OK 好 那這裡 其實呢 其實不懂都可以的 由於我又沒有帶人生 所以這裡真的比較麻煩 看看有什麼方法 亂白樹枝有沒有傑克積酒 什麼都沒有 那就有硬紅了 因為這裡有些好那麻煩的怪 車輪怪 撞你一下 正常會死的了 那為了不要那麼早過身 我決定要兜路 喂 不要啊 不要啊 飛到啊 不要啊 好 撞 閃避流 喂 好啦 我們回來了 那 有完掃兵 還怕你們這群木嘴 再來多下 閃什麼東西啊 我附了魔的劍 會救我抽嗎 好啦 然後這隻 剛才很囂張 你看不看 這個就是那個大型路炮 我在初體驗 不是不是初體驗 我在上次騎士育成計劃都沒有上過來的 那現在今集既然有時間 我覺得時間都充裕 所以就帶大家上來 完全不怕 這些垃圾戰中 那其實呢 這裡可以 扭一扭 就會turn off 那其實呢 其實你上到來呢 基本上你都玩 即攻略了整個 地下要塞 所以這裡是沒什麼用處 基本上 OK 你看到嗎 這裡你就可以看上去 看上去整個煙燻湖 你看到這些世界樹 就很大棵 其實 這些樹 其實跟一代的 伊札利斯也有些關係 因為其實 伊札利斯也是在樹的中底部 跟灰準湖 那些有些關係 其實這裡你一直滾著 就會下來 但是呢 我們 去多一個地方 先 最後一休息處 好了 我們 還有一個 叫做隱藏地區 未去 那裡有一個隱藏牆壁 藏著一隻黑騎士 那個也是整個煙燻湖 最後一個位置 我們去那裡 就基本上攻略了整個煙燻湖 那裡 剛才說到那些惡魔全部滅絕了 就剩下這些奇形怪狀的物體 例如 你看到這個地上有山羊頭惡魔 也是 一代的 其中一隻boss 再加上 伊札里斯裡面呢 也有這些 雲頓 廢刀 伊札里斯 也有這些山羊頭惡魔 但在這個位置 你會看到 其實他已經展示給你看 其實已經死了 遍地也是 這裡有一隻 山羊頭惡魔的屍體 告訴你 其實惡魔已經滅絕了 在這個隱藏牆壁就有一隻 黑騎士在討伐其他怪物 這裡我們當然 收盪 鬼打鬼的情況下 我們又收拾了 黑騎士見 這裡又要細心留意場景 這裡 又是一些惡魔 來的 這些類似 我們在 北方的不死院 就是dark souls 1的時候 那些惡魔來的 就是 那些叫做 尼群惡魔的friend 山羊頭惡魔的friend 還有 總之都是惡魔 那到底 還有沒有惡魔殘存在 這個 煙燻湖裡面呢 沒錯 是有的 就是我們接下來打的那隻boss 老惡魔 那我們飛回去 老惡魔門前的那個營火 我們回來 boss的門前那個營火 這裡可以召喚 震撒騎士 出力格的 但是我們因為太厲害了 所以我們都是單挑的 那麼 其實呢你會看到這裡所有惡魔滅絕了之後呢 其實就只有一隻惡魔 就是我們門前的一個 老惡魔王 那你會看到呢 其實如果你不想攻略這個地方呢 想直接打boss 都可以的 你由門一直直奔 來到這裡就可以直接打這隻boss了 那其實呢 除了是懷緬情懷之外 他也有跟你說到 由這隻老惡魔王透露 就是 石果僅存的 這位惡魔 也是年紀老邁到不得了 那 他僅存的東西 就是瘦到劍骨 剩下一點殘渣的一位老惡魔王 你看到他 看到我們才用他僅餘的氣力爬起來 這個就是他的 真身 又吐火 很討厭他 很討厭 喂 老惡魔王呢 其實就 如果新手來說呢 他覺得他很難打 但其實你打久了 他又不是想像中那麼難打 好 這下就準備了 基本上他就Face 2的了 Face 2 砍到刀 滾 再來一下 滾 喂 因為滾慢了 OK 等他出招 滾 OK 好啦 他都閉一閉了 好 這下是他 放那個 隱言烈火的Friend 要避一避 要不就比較麻煩 OK 又放了 好 我們去 嘗試中斷他 好 中斷不到 那這裡就 再走了 是容易打的 他Face 2 因為他用 太多時間 去施放他的 魔法 好了 在混沖的伊札里斯 石果僅存的一隻 惡魔 但是 亦都是 叫做一隻 徹喚拜 雅 剩下一點 小 還有少少火燃燒的 小惡魔 那他這裡呢 其實已經說再見了 這裡滾一滾就先 他會作出最後的爆炸 然後 這個老惡魔 他仍然都將他僅餘的火焰 燃燒得乾乾淨淨 他這個位置是做得很好 就是代表著 惡魔 你看到身邊 我們這裡可以慢慢走 你看到身邊的惡魔 全部都是 遺骸 全部都是屍體 剩下的 就只有他 而他 亦都是 撐不住了 非常之年紀老賣 所以呢 我們在他面前 放個姿勢 開心跳躍 如果你走完他會撥你 他叫你爬開但他已經沒力 其實他都挺慘 好啦 用拳頭慢慢打他就可以了 因為他這個時候 他已經沒辦法再站起來了 亦都是 看得出 其實製作人亦都很有心機去 營造這些BOSS帶給你的感覺 就是 他真是 苟然殘存在這個世界上 是非常之瘦弱的 你看看他 瘦到劍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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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殘渣的一位老王 也是最後一位 伊澤里斯的混沌目擊者 我們看一看 靈魂 是怎麼說的 老惡魔的靈魂 消瘦到 幾乎劍骨 如燃後殘渣的老王 是最後一位 伊澤里斯的混沌目擊者 跟我剛才說的一樣 唉 這個混沌的伊澤里斯 亦都令到 Dark Souls 1的玩家 有一些 懷面的情 我們點一點火 就會回去 再解解一些NPC的任務 我們先回到全火祭祀場 我們回到全火祭祀場 首先 找 老婆婆呢 就 交回我們 卡薩斯那集 有守無人的骨灰 然後他們就會多了 卡薩斯紅刀去買 如果你喜歡玩出血標的話 因為我都沒玩過出血標給大家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要買一個塔的鑰匙 如果你有玩過都知道 我接下來解解什麼NPC的任務 那 這裡也想升一升 我想升集中力去增加我記憶空格 但是呢 暫時就不夠 不夠能力去增加記憶空格了 然後就強化元素瓶 強化武器 因為今集的時間比較充裕 我們交出余準 有老者的余準 其實是不死隊那集已經拿了 一直都沒有交出 然後繼續強化我們的元素瓶 再強化我們的元素瓶 還有沒有 那我沒有了 分配 九比二 用了一點來做 附魔的強化 然後繼續強化我們這個 鋒利的熔兵對刀 我們已經拿了很多大碎片了 一口氣可以升到這個 鋒利的熔兵對刀加6 然後呢 我們都可以繼續強化我們的魔法師杖 但我不記得了到底魔法師杖強化會不會 增加我們那個附魔傷害 我不太記得了 沒什麼怎麼做只要數集 所以就算了 我們今集又拿了兩個不死人圍骨 上一集又有拿 那我們狂拿 不死人圍骨 狂燒 你留意那個火呢 是會隨著我們燃燒不死人圍骨 是會越來越強的 你見到火焰已經延伸到那個 劍柄的位 那如果你去到加10的話呢 它那個營火位是會燒到含含聲 我們剛才買了塔的約時 那我們現在就會去 解一個 NPC任務 就是不不不撈的拍旗的續集 那我們在幽瑞教堂那一集呢 那隻不勒不勒的拍旗呢 就曾經陰我們 就將我們 兜了我們一腳呢 踢了去幽瑞教堂的下方 就想利用巨人去暗殺我們 而這次我們入塔 這個地方呢 其實是想去 塔頂呢 拿一拿一些東西的 但是在途中呢 我們也會遇到這隻 老而筆 為什麼叫老而筆 因為它其實在Dark Souls 1已經出現過了 經歷了Dark Souls 3 其實它已經 出現過很久 所以其實它已經是很老的了 拍旗的年紀 我們又要 玩一玩望遠鏡 我們 我們來看一看 看著 關門 在這裡 那為什麼我們會被關門呢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那 看看先 前遊幻影場壁 這個假的 不要理他 我們上去拿那個東西呢 是 防火女的 被污染的防火女的靈魂 這個靈魂就可以交給防火女來清洗我們的罪焰 清洗我們的 黑暗印記 那我們下回去的時候呢 靈魂就會跟我們說話了 喂 很囂張的 是不是 SORRY FRIEND 你一定要注意了 好奇心 是會殺死一隻貓 有些世間的東西 是不應該接近的事物 是不應該接近 是說錯話 這個中國是不是比遲了你 好奇心 你早點放棄吧 乖乖在那裏等著被渣乾 四周都是你的同族 這樣就不會寂寞 是不是 你看看好鬼陰人這個人 之後的事不用擔心的了 你屍體上所有的東西 我都會爬得精光 請你多多光顧 柏奇老店 你看看 這一次也是柏奇第二次陰我們了 其實 這裏是有辦法出到的 但是呢 你出去呢 是要非常地藝高人膽大 去做這件事 而我是極之怕這件事 就是跳地形 首先要量準個位子 應該是這個位子 好可怕 我最怕做這件事 跳 落下攻擊 糟糕 我們來一次 生命沒有Take Two 其實是不是就這樣滾過去就可以 不可以的 滾 不行 咦 可以喔 喂 符符碌碌 這個是防火女的傳套來的 證明這裡 其實也有一隻防火女死了 從這裡呢 你會看到 喂 好了 剛才原來我是忘記了 在補一補血的 被他玩死了 從這個 場景呢 你會看到 原來這裡全部都是防火女 看到嗎 很多防火女 被丟棄的防火女 其實也告訴你 這裡原來就是防火女的亂撞鋼 而且 這個傳火祭祭場 原來是經歷過無數次傳火 而所有的 傳火之後的防火女 原來全部都是用原積器的廢物 這個也是防火女悲慘的命運 所以你會在這裡找到防火女的 裝備 而這裡是極之多防火女 所以 你也可以細心留意到 其實每一隻防火女 牠們的眼 都是被蒙上的 看到嗎 全部都是被人遮蓋了雙眼 也都是說到 歷代的防火女要成為 防火女的話 首要條件 就是 蒙蔽雙眼 又或者 瞎了才可以成為防火女 又是一個很慘的故事 因為 這個遊戲所有東西都實在做得太黑暗 如果你有細心留意 它的細節位置其實真的很黑暗 那我們把我們剛才拿到的 防火女的靈魂 交給牠 Ashen One 這個是 好像跟我的內在很相似 正因為是這樣 才會把她寄託在我身上 她一定不會抗拒 因為我們都是防火女 防火女已經能夠治癒黑暗人機 對不起 原火焰能夠引導你 這個如果你 不想 成為龍道義的人 你就可以在這裡治癒黑暗人機 但我們先跟他爹兩句 先說 好了 他也是說廢話 我們就把另一個防火的靈魂 同化了在他身上 他也會多了一些能力 好 今集也來到這裡 我們下一集正式攻略主 拜拜 拜拜